首战即决战 一战 丁乾坤 一代萧雄臣有量身知 要想统一江南义军 首先就得必须将盘聚散 精灵的朱元璋势力彻底消灭 至于浙江的张世成 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他是个九色王宫 花花太岁 谈之可定 可偏偏在这紧要关头 自己的唐帝臣三五 一点也不争气 居然干起了贪污的航道 为了整顿军纪 以振军心 没法子的他 只能做出了杀敌的决定 此番这样一做 把在场的众位将领 着实下得不轻 见此情况的陈礼 更是立马跪下求情 父皇 陈叔是您堂兄弟 儿臣叩求我父皇 陈叔虽然 告诉我 是砍一个脑袋好 还是砍一千个脑 当然是越少越好 朕是为了以后少砍脑袋 今天才不得不砍他的脑袋 见父亲这样说臣里只能服从 随着臣有量的一句十字真言 兄弟们 牢牢记住朕的十字真言 首战 即决战 一战 丁乾坤 只见江面上大张旗鼓的战船 在其率领下直扑金灵 此番的决战 陈有量深知 倘若此战能胜 自己便有了和原亭抗衡的实力 因此更是倾其全部兵力 攻打朱元璋 此番的出征 红豆这个不起眼的小城 自始进入了陈有量的视野 因其是金灵的门户 拿下红豆便可支取金灵 因此红豆 便是陈珠二人的首个战场 朱元璋在上次被陈有量偷袭后 也是明白 丁惠和陈有量有番决战 因此早在红豆城内 囤积了几百万弹粮食 正好印证了弃之谋高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陈有量当得知 红豆城内的情况后直接下令 探子得知消息后 立马向朱元璋禀报 老朱的分析却是有理 不过此刻的他不知道的是 陈有量早已将他看为 眼中丁肉中刺 此番的出击更是倾巢而出 为的就是能一举消灭朱元璋 接下来探子的两个还有 顿时让气惊呆了 还有 他把他下达的令旨 交出绝命令 严令三个月拿下禁令 否则将帅斩首 他退位自裁 还有 他们三军上下都传送着陈有量的十字真言 首战即决战 一战定乾坤 听见此话的李善长 吓得惊慌失措 严谋惶恐地说道 这话一出朱元璋迫不及待了 因为他想不到 想不到陈有量为了能除掉自己 竟然不顾被偷袭老朝的风险 清朝而出得是有多大的仇恨 这哪里是叫打仗 简直就是在拼命 此刻的朱元璋面色铁青慌神了 居然连茶碗都掉了 没坑一声的他只能起身离开 看见低声的碎片 李善长又惊肉怕 自己跟踪朱元璋以来 还从没见过他慌到如此地步 这个正在惆怅的李善长 只见刘伯温此时走了进来 提心吊胆的他 犹如看见救星一般 立马对其道出 伯温啊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听见这话的刘伯温 只是一帆作孝 这事又不是什么秘密 现在早已是妇孺皆知 还用你说 现其一货李善长直接道出 我说的不是那儿 是这儿 这儿怎么了 伯温兄啊 你有所不知 我跟随大帅多年还从没见过他 像今天这样大惊失色 居然连茶碗都掉在地上 不过临危不惧的刘伯温 觉得此事很正常 没什么惊讶的 随即更是对李善长道出 得知臣有量来拼命的架势 中尉将领早已坐不住 于是齐刷刷的来到大殿 找自己的大帅朱元璋 商量对敌之策 顿时殿上的众人 你一言我一语 想起了各自的主意 此刻间的朝堂上 更是分了三派 一派以汤河为首的主和派 另外便是主战和主降派 一时间的殿上众人 更是争执了起来 眼看场面就要失控 无奈的刘伯温只能起身 去书房请朱元璋 正要出门的他 欲望让其感到不对 转头一看顿时两眼一瞪 原来朱元璋早就到了 躲在脚边正在记下主战派 主将派将领的名单 见此情形的刘伯温 彻底被眼前一幕吓坏了 只能大惊失色地回到座位上 李擅长健壮感冒问道 听后的老李顿时不开心了 你这说的什么呀 整得这么神秘兮兮的搞个毛线 正在此时朱元璋走了出来 刚一落座便对着众人问道 有何退敌两策 听见此话的一帝徐达 立马站了出来 变身的汤河坐不住了 立马起身道出这等实力如何战 如今之计不能硬碰硬 况且我们还得分兵 先是北方的援兵和南边的张史成 这样以来我们能够出兵 和陈有量决战的军队 也就只有二十万出头 以二十万对六十万实力太过悬殊 这仗如何打 一时间场上的主战派 和主将派更是嘈杂声不断 正在这时 一位年轻将领立马跳了出来 大声后道 没坐着人正式拦愈 不过此话一出 更是引来众人的嘲笑 健壮的朱元璋 再次把希望放在了刘伯温身上 立马对他发问 这次的刘伯温有了上次的教训 赶猫说道 刘伯温的这番话 让朱元璋看出其缘由 深夜的他更是直接到李前馆 等起了刘伯温 先生 今天咋不开尊口啊 在下吃的 那道清高 说 现在马上给咱说 不说咱把你藏的给罢出来 大帅 如要我说 我就请求大帅先展了所有的主乡城 随后更是直接到出 大帅想必了解陈友谅 此人的凶狠人人皆知 此番的出征本就是来拼命的 因此我方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行 那就是战 你对他会追着你打 想同样会杀你灭口 总之此番抬来 就是要让整个金陵城寸草不生 任何阙战起降者都不当了 也不足心 杀一金白 以震军心 如此能将全体僵尸 都逼到决战这条路上 听见这话的老朱蒙逼了 看不出来你老小子心肠这么狠 这么绝情的话 不像一个书生说出来的 在下读过书 但不是书生 随后更是到出 当年自己围剿方国珍时 最厉害的就是杀发决断 正是此举 才给了方国珍致命打击 因此才引来事后的报复 看着面前此人 朱元璋不由发出感叹 随后刘伯温也是接着说道 大帅如今的局面 我们只能上下团结军民一心 尽快开舱放梁招募兵士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得抓紧时间打造战船 增强水师的力量 不求船只大小 但必须得快速灵活机动 这恰恰是汉军俱传的短处 这些事让李擅长去办吧 这点他比你强 说完后老珠便打算离去 刚到门口的他 立马转身向其问道 今儿咱在侧堂猫的偷听 你看见了 看见了 那咱跟你说句实话 生死存亡之后 最能看出人的真心 我猫在那偷听 不是想听兄弟们的意见 而是想听听他们的肝胆忠意 说完便扬长而去 听后的刘伯温惊呆了 可当他转身一看 地上居然有张条子 拿起一看 顿时将其下的后背质冒冷汗 回到帅府的老珠 直接召见了蓝玉 让其该三万精兵 立马赶赴红都城 并且给其下了一道死命令 令其必须坚守一百天 更是对其一番嘱咐 听着 一百天之内你要丢了城 你就是死罪 一百零一天你丢了城 你仍然是公臣 此战的第一大公臣 明白 随后便将自己的战甲配剑 亲自交于蓝玉 因为此时的朱远章深知 要抗衡陈有量就得打造战船 更得要时间 因此将坚守红都的任务 交于主战的蓝玉 红都正是陈有量的必经之路 并且那里有着朱远章 存放的两百万弹粮食 倘若红都丢失 那精灵就在无险可守 势必抵挡不住敌军 那么问题来了 三万将士即将面对陈有量 六十万大军的攻击 一代名将的蓝玉 能否守住红都城了 这个我们明的接着说 喜欢老静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约 老静在此拜谢各位了